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将带你游览吉隆坡的一个独特地方 那就是新境对外开放的吉隆坡鬼仔巷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鬼仔巷的历史 这个巷龙位于西苑巷和磁场街之间 是华裔寄居地 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为什么叫鬼仔巷呢 有很多传说 有人说是 因为下雨天小孩在戏龙里嬉戏 被长辈称为鬼仔 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里曾经是非法活动的祭典 因此得名鬼仔巷 不管是哪种说法 这个地方都存在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在鬼仔巷 我们可以欣赏到六幅壁画 这些壁画是由五位杰出的艺术家绘制的 分别是郭仙南、陈国胜、祝福荣、周荣友 以及黄列明 每位艺术家都有独特的绘画风格 他们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壁画 这些壁画重现上世纪六十年代 吉隆坡唐人街的日常生活景象 包括街头巷尾的人们建筑和街头小摊 特别是每个壁画旁都有二维码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 你就可以听到有关壁画的音频解说 让您更深入的了解每个场景的背后故事 鬼仔巷重新开放的是为了保存 和传承这个地方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个地方曾经是社交和环境的场所 特别是在节日间 家家户户都会聚在一起过节 创造美好的回忆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壁画 重新感受那个时代的魅力 并将这份遗产传递给下一代 最后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以便有更多有趣的旅行和文化探索内容 如果你对鬼仔巷 或者这些壁画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 我们下回见 继续为你探讨更多的马来西亚文化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